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 不是影片是沒有影片的 也不是一個主食分享的題材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頻道裡面 已經超出了一萬的訂閱 所以我特意出這條聲帶 跟大家說一聲多謝 在這年紀來 我明白到 我自己因為對攝影 燈光 收音 剪接 由零出發 直到現在都是近乎零的 經驗技巧 所以也令到很多網友 不耐煩 甚至有留言說 特別的聲音 收得很差 背景的聲音也很大 我在我的認知範圍裡面 我也做過兩次的修訂 雖然最後一次 做完之後 都是覺得 音效有少少改善 但是也都是真的強差人意 變成我在近期開始 也花多了些時間 在剪片的過程裡面 加字幕上去 希望這個是作為一個 修補 希望大家諒解 因為我是整個製作過程裡面的團隊 只有我個人 由構思煮什麼 或者買菜 洗切 煮 全部拍攝 剪片 相片 這些全部都是我做 所以我只是把 有多餘的時間去做這方面的分享 盡自己能力去做 盡自己能力去做 也都希望 接下來的時間 我希望做得更好 也都希望大家 仍然繼續支持 這段時間裡面 對我的包容和忍耐 是不容易的 因為事實上 網友留言的時候 我亦都聽到 事實上 心態是挺差的 明白到有時候 我自己去拍 我自己去剪片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是一個主觀性 就是我知道自己說什麼 我也不太覺得 那個 噪音太大 所以有時候 這些就是一個 落差 希望大家 接下來的時間 繼續支持我 因為之前 我是有出一些 勞作 小手工的分享 因為這段時間 比較忙 所以停了 兩三個月 接下來的時間 我會恢復 也會做這類型的 摺紙 小手工 甚至乎接下來 如果時間多些 我亦都希望能夠 開一個sub channel 去講一下 一些日常生活的 冷知識 一些 時事 或者經濟 那些話題 因為始終 做那一方面的 分享 在我來說 比較容易 因為在很多 大家生活上 日常接觸的 可能有些 你沒有想過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或者 究竟是什麼原理 那些 我希望做多些 那些的分享 其他方面的人生的 月曆 去做一個分享 怎樣去 分析這件事 或者我們看問題 怎麼看 我都希望 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人生歷程 到時 如果是真的 開成這個sub channel 的時候 我亦都希望大家 去支持我 去訂閱 聽聽我 廢話都好 Anyway 這些年紀 年紀 A來 走過 由零的 subscriber 到現在 過了一萬 雖然在同類型 來說 是不能比的 因為我是超微型的 那些 因為我看到 很多都是說 幾十萬幾十萬的 訂閱 Anyway 我又不是去 要跟其他的youtuber 去比 其實我開這個channel 那個 初心 因為我沒有想過 做youtuber 的 純粹是 我家人建議我 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將我煮食的那些 心得 做一個很fowling的 目的 去擺上去 讓他們 要煮的時候 拿回來看 這個意思 順便可以做一個 開心 分享 看看哪些人 有興趣看 大家一起做一個分享 所以變成 就不會有一個 商業化的 元素 在我這個channel裡面 所以你看到 我是沒有任何的 商業行為 希望大家仍然 繼續支持我 每次看完片之後 也都希望大家能夠 真的高抬貴手 給個like 因為我看到 有些大的youtuber 都說 想個channel裡面的影片 多些人看 其實很靠大家 那個 點讚 留言 然後youtuber 才會一個 人工數據 去幫你做一個 推廣的 我不知道 真的假的 我相信也會是 如果大家 看完之後 不論好與壞 其實 食物 味道 這件事 甚至煮法 這件事 都會有一些 主觀性的 批評 或者接受 不論好與壞 我都希望大家 給我一些 comments 給我一個like 是一個支持 我在這裏 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都希望大家 因為這段 疫情時間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保持這個 警惕 留意多些 自己的 防疫 措施 做得足不足 戴口罩 勤勢 這些 不少 大家一定要堅持 去抗疫 祝大家身體健康 多謝大家 拜拜